没错 这才是吐蕃鼠的叫声 这只吐蕃鼠表现了异常的凶悍 只要人一靠近 它必然要站起身来反击 现在私人喊了 我也不敢差钱 算了吧 鸿鸟小的时候样子长得好丑啊 长大之后才能这么高 鳄鱼就比较带劲了 心坤前面嘴馋的啊 看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性格还是比较好的 这边有点小受伤 它也会喷气 鳄鱼我抱抱你能笑 我的天这么沉 这么沉有点抱不动你 这个大尾巴如果甩一下 也是蛮疼的 刚才不动 大家都以为是个假的 尾巴一卷我就离远点 好了拜拜 孔雀就是大型的走地级 鸟累了都会在地上走一走 但孔雀其实也会飞的 萌萌松鼠 这个挺有意思的 肚子是白色的 来来来喝奶喝奶 对在这里 性格还算比较好的 越狱能熟小雕雕 如果养在这个笼子里 估计明天来了 就得到处找它了 是吧 这里还有两只狐猛 凶猛的话 你上手的话 必须要一把扼住 它命运的喉咙 就比如说这样 这样才行 要不然上它嘴边 真咬你 非礼物事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